今天節目時間 我們和兩位正生孫的同學者一起聊聊天 因為我聽過陳少卓校長說 他們原來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就是一人犯錯 眾人受罰 這令他們能夠感受到責任 可否跟我說一下究竟是甚麼 俊賢 因為很多人一起生活 犯錯一定是少不免的 可能我們犯錯之後 我們會一起去承擔 可能有些是沒有犯錯 做得很好的 我們所稱為弟兄 因為我們是基督教 我們的同學都會一起去承擔 為甚麼呢 其實是一個學習、一個訓練 訓練甚麼呢 其實是一個責任 因為我們從前 因為我們在外面犯錯的時候 我們的家人都和我們一起去承擔 我們在想那個後果 那個過程 我們今天就 因為我們今天在裡面生活 我們其實 某程度上來講 我們當了裡面是我們 另外一個的家 即是當了我們一個家 其實我們裡面稱為弟兄姊妹 其實真的是一家人 很感受到裡面那種愛 其實真的 無論是同工和我們一起的 導師和我們一起的生活 很搞笑 我們裡面的導師和我們一起的生活 我們是亦師亦有的 又教我們東西 但又和我們一起去建立 一起去玩教我們東西 我們在裡面 即是來得不同的階段 就學不同的東西 即是可能剛剛進來的 學承擔的時候 他們可能學那種的純服 可能來到一半 即是中堅分子 他們學的東西就是 可能再看遠一點 可能覺得 我們以前的家人 都是這樣和我們承擔 我們今天就 付出 再來得再長一點 可能覺得 我們今天仍然是不夠的 可能今天未到我犯錯 可能說不定他 早一日到我們犯錯的時候 人家都是這樣和我們一起去承擔 還有學那種 食死貓那種的 對,吃死貓那種 意外順手的感覺 對 他看了不同階段的轉變 沒錯 其實我聽說 好像英傑進去那一剎那 看到那間學校 其實是很失望的感覺 是這樣的嗎 但現在住得不想離開 可否說一下 其實過程 為何會由不喜歡去到這麼喜愛 可能我天生喜歡這樣的生活 村莊的生活 因為進去其實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 可能我喜歡這些 喜歡自己做 很大自然的感覺 一起來你不會看到有車 其實你會看到樹木 很舒服 其實你一做很靜 自己一個 但其實有一件事我想問 就是因為你們來自不同背景 同學之間 而且大家的背景都是 有一些不好的 或者來說 一些比較上 不入歧途的經歷 其實擠迫在這麼擠涌的環境裏面 其實大家不會有脾氣 不會覺得很委屈 不開心 反而還可以這樣 互相適應 是否很特別 其實是有的 那種衝突 因為大家可以進去 雖然裡面改過 即是說以前的背景不好 即是說以前的背景不好 即是大家進去 其實大家都是三千八個 不慘慘的 就是在當中 可能在喊撒的過程裏面去建立 即是喊撒完之後 你會怎樣去處理呢 你那一刻是跟他 繼續去反駁下去 還是還是 我選擇 我離開了 我先走到一邊 到膽氣下了之後 即是沒有了膽氣 就回去找他 去談一件事 去處理 就是在當中 去慢慢建立到關係 你用了多少時間 才學習到這件事 我相信你以前一定不會 是不是 嘩 不相信的 就真的打過這樣 我也是大哥 是啊 你用了多少時間 都很長時間 其實我現在都在不斷地 學習這個功課 其實 講多一點 我現在就 入了學院裡面 都接近有三年的時間 其實 我們在裡面的生活 進去最低消費 要是兩年的 即兩年之後 你可以選擇離開 過了兩年之後 你可以選擇 留下 我繼續讀中四、中五 即我們一讀中四的話 就一定要完成中五 才算是畢業 這樣離開 你中途放棄的話 那就沒有了 不算是畢業離開 我們 為何我們會選擇 繼續留下 去學習呢 其實 一來是為了讀書 第二 就是 學他做人 即是怎樣跟他相處 學習 培養自己個人的品價 其實英傑 其實英傑 你是否入院之後 也有一次 曾經 心裡引起 想偷東西 但那次 你好像 你去了一個人生交叉 你突然想多了一些東西 因為 進去一年九個月 中途也偷了很多東西 其實已經被人揭發了 有佛 又嘗試被人叫我走 其實 我自己都 其實我不想走 那 我有 聽同工說 他說 嘗試去祈禱 求神改變你 那 我又不斷祈禱 不過 祈禱完之後 都是這樣 不過 有一次 那一次 我打算去 去拿那個弟兄的東西的時候 那 突然之間 我那一刻 就 立即會想 如果我拿了那個弟兄 那個弟兄會有甚麼感受 我套用回自己 如果我被人拿了東西 那我是否會很不開心 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 一有這些 我就會想 人的感受 首先想人的感受 先不要想自己 所以就開始 沒有了這個習慣 很開心 看到他們有一個好的轉變 對 你又開始眼濕濕了 我看到他們有這樣的轉變 其實真的很感動 我還想繼續和你們聊天 這個時間 休息一會兒再轉回來繼續聊天 下次再見